明天就是五一小长假了 很多人都出去玩 我也出去玩 不过这次呢 我出去玩带着任务 这个任务是什么呢 看我胸口的这行字 这儿我就先卖个小关子 等我具体到了目的地 再跟大家说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两门轿跑 溜背的造型 所以这个车 这辆红车是什么车 这个辆车是一个1960年的 唯一算是给他做一个60岁的庆生 最核心的重点的主题 还挺好看的 所以这里边故事很多 他的这些故事都出过一本书 斯拉锦牌1895年成立 到今年正好124年了 经过了长途的飞机 然后呢再加上火车 我终于来到了欧洲的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叫布雷根茨 它临着的是欧洲的一个 非常著名的湖 叫伯登湖 伯登湖可能很多人不熟悉 但是我说一条河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了 兰茵河 兰茵河是欧洲这边的母亲河了 然后伯登湖的主要的水源 就来自于兰茵河的这个水源的注入 然后我们这次是什么活动呢 就是参加一个欧洲非常著名的伯登湖 环湖的老爷车拉力赛 这次是我们会开斯格雅的几款老爷车行 来参加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每年都会举办一次 时间呢都是在五月初 所以正是这儿的旅游黄金季 太阳非常好 天气晴空万里的 而且温度非常非常合适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我身后是一辆 感觉像罩着车衣的保时捷911 其实呢它是一个水泥雕塑 给人的质感就是上面罩了一层 很有弹性的这种车衣 其实它整个就是一个水泥墩子的 这个小镇给人感觉就是到处了 充满了这种汽车的这种文化和气息 老爷车的拉力赛放的这个小镇 也是有这种这方面的考虑的 而且这种赛事应该也是持续了很久 整个欧洲吧 老爷车会大量的在这边集结 会分两批 每一批都是将近两百辆 然后在三天的时间内跑不同的赛段 而且这些其中有些赛段很好玩 它不是比速度 而是比你的在一个区间段的长度内 你能不能准确的按照它的这个时间通过 比如说它50米让你10秒钟开完 那你离它的标准时间越近 你就能拿到越好的成绩 老爷车比赛我感觉更像的是一种大party 而不是说真正的是这种竞速比赛 所以我很期待明天的老爷车比赛 现场感受到那种氛围 而且这儿我还要卖个关子 明天四哥达会有一款老爷车 我会重点来说 而且很有纪念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很值得说 具体是什么呢 我们明天再说 各种品牌 各搜各样的老约车 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孽 就是年头最少也是30年以上的车 所以车货都非常非常多 这边到了我们的斯格达的车 卖关子太久了 很容易被打了 也是这次所有拉力赛 或者这次活动的最核心的重点的主题 是什么车呢 我们红色的看这辆车 Octavia明锐 明锐这款车 这个辆车是一个1960年的款型 就是这辆红色的明锐 但是它的这个 震荡历史是1959年 所以到今年1999年 正好60周年 所以这次 可以算是给它做一个60岁的庆生 明锐的名字 Octavia这个词呢 其实这两部分 前部分是Oct Oct这个词的前缀 意思就是8代表的是 这是斯格达生产的第8款车 后边那个半部分是来自于斯格达之前的品牌 斯拉维亚 斯拉维亚是斯格达的两位创始人 劳林和克莱曼特他们一起创立了这个斯拉维亚这个品牌 其实最开始做的是自行车 但是呢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 其实当时是在一战之前 捷克其实是被奥匈帝国统治的 所以人民翻身做主人以后呢 他取名叫斯拉维亚 这个词像是奴隶的意思 相当于为了纪念翻身浓浓做主人 所以起了一个这个名 这次最老的一款车 也是当年展现斯格达实力巅峰的一款车 第一代速派 这个车是什么 1939年的 看看这车内的空间 就能知道吧 你看 我坐的这个位置 这是主座 两边两个 然后前面两个是随从座 敲小狼腿 伸直腿 我两边腿伸直 够不着 然后流行的这种 驾驶席和成员席分隔坐舱 感觉就是一个豪华的移动行工 然后我来下车 看看外边的这个 门是一个 后门是正开 这么开的 前门是反开的 前门驾驶席是这么反开的 正好 这是行李舱 我感觉比现在一般很多车的行李舱都要大 公职的 3.0直流发动机 这个车的车长是5米多 三几年的车 它的造型就是和现在的 包括这次我们这四辆车里边的造型区别最大 典型的那时候那个年代的这个车身造型 就是车轮的这个轮拱是独立于车身之外的 前辆是这样两个圆圆的大灯 这个车是不能开的 或者一般人也开不走开不动的 这就是刚才我坐的那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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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的旅程今天算是正式开始 身后应该能看得见 我们的车队已经准转弹发四辆老爷车 这辆车 你说后面空间基本上没为零了吧 好吧有一点 匹着岔 两边匹着岔坐 这辆车应该是 这几辆车里边倒数垫小的 这辆车是什么呢 是一个1988年的Rapid 这是你看Rapid 135 五速 五速speed 五速手动 然后它的车牌看 1988年款 这个车从侧门来看 它是一个两门的溜背轿跑 按照很多这个网上的介绍说 这个车应该当时是很多中产的年轻人 中间力量的年轻人会买这个车 这个车是所有老爷车 四辆老爷车里面最容易开的 1988年 31岁 然后这儿有个 Skoda的标 目前咱们国内的那个Rapid 两箱的应该是心动 排量从当年的1.2 现在变成1.4 功率倒是变大了好多 是吧 Rapid我作为co-driver的领航员 然后看着路书不能用GPS全程 就是指路就靠我了 希望这次我这个不会带着大家迷路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终极挑战 希望明天也有个好的旅程 哎呀我 风太大了 风实在太大了 这话说的比较乱 我掐了 我掐了